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法国警方在周日逮捕了一名涉嫌铁路破坏的极左活动家 这名男子被控参与一系列协调的破坏行动 这些行动在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引发了重大混乱和交通中断 警方在其车辆中发现了进入国家铁路运营商SNCF技术设施的钥匙、钢丝检和其他工具 以及与其左派有关的文献 同时,法国六个地区的多家电信运营商的光纤网络也遭到破坏 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达尔玛宁表示 这些破坏行动是故意且精确的 并指出这是其左派的传统行动模式 调查正在进行中,警方已经识别出一些嫌疑人 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与奥运会有关 以及背后的动机仍在调查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我是主持人XXX 今天,我们将关注一起震惊法国的世界 近日,法国警方逮捕了一名 涉嫌破坏铁路和电信设施的极左活动家 此事件正值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前夕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混乱 影响了大量民众的生活 根据《巴黎人报》、《Telegraph》和《BBC》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这名28岁的男子在法国北部鲁王附近的奥塞尔被捕 警方在他车辆中发现了进入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SNCF技术设施的钥匙 钢丝剪 一套通用钥匙 以及与极左派有关的文献 警方怀疑他参与了一系列协调破坏行动 影响了包括罗那河口省、奥德省、瓦兹省、埃罗省、莫兹省和德龙省在内的六个地区的电信光纤网络和铁路设施 巴黎虽未受到直接影响 但这一连串破坏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达尔玛宁在法国两台的采访中表示 这些破坏行为是故意的、非常精确且目标明确 当被问及这些嫌疑人是否与极左派有联系时 达尔玛宁指出 这些破坏行动是极左派的传统手法 但他强调需要谨慎对待 以确定这些人是否被操纵或单独行动 达尔玛宁补充说 警方已经识别出一些可能在夜间对高速TGV线路进行破坏的嫌疑人 并表示调查进展顺利 相信会找到那些负责任的人 此外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称 这名嫌疑人目前正在掳亡接受警方的审讯 尚无任何组织公开声称对这些破坏行为负责 法国的安全部门正在调查这些破坏行动 是否有更深的政治动机 交通部长帕特里斯·维格里特也表示 这些破坏行为可能会造成数百万欧元的损失 包括商业损失和修复成本 分析这些事件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 极左派在欧洲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他们通过激进手段表达政治诉求 这次破坏事件 无疑是对法国政府和社会稳定的一次重大挑战 从政治角度看 这些破坏行为可能是对奥运会这一巨型活动的抗议 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事 更是国家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因此 这些破坏行为无疑是对法国国家形象的直接打击 极左派认为 奥运会是国家对人民的巨大压迫的庆典 并将其视为警察人群管理的试验场 这些言论反映了其对政府和大型公共活动的强烈反对态度 从经济角度看 破坏铁路和电信设施的行为 不仅直接影响交通和通讯 还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担 铁路运输是法国的重要交通方式 高速铁路的中断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出行 导致商业活动受阻 而光纤网络的破坏 更是影响了信息的传递和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 损失不可估量 从社会影响来看 这次破坏行为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不安 法国政府和警方需要在确保公共安全的同时 保护公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此外 这一事件也敲响了警钟 即如何在保障大型活动的安全与顺利进行的同时 防止类似极端行为的发生 总结来看 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破坏行动 而是涉及到政治 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法国政府在应对这一挑战时 不仅需要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还需要在根源上解决社会矛盾 降低极端思想的滋生土壤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突发事件 我们会为您带来更多最新最详尽的新闻报道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大家好 今天博士要带你们进入法国最近的破坏盛宴 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法国小镇之旅 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铁路破坏活动 法国警方逮捕了一名极左活动家 据说这位仁兄参与了一连串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 让奥运会前夕的交通陷入混乱 这位艺术家在鲁昂附近的奥塞尔被逮捕 车里装备齐全 从钢丝剪到铁路设备的通用钥匙 应有尽有 警方猜测它可能是破坏 法国六个地区电信光纤网络的主犯之一 这些地区包括罗那和口省 奥德省等光纤被切 网络瘫痪 整个国家被搞的一团糟 就连内政部长达尔马宁也不得不出来说 这些破坏行动是极左派的传统手法 内政部长还强调 这些行动是有目标性的 绝不是随意为之 这不禁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更大的阴谋 是极左派自己搞鬼 还是有操纵者在背后指使 这些问题现在都还在调查中 同时 法国的媒体也是热闹非凡 从巴黎人报 到BBC 再到德国之声 大家都在竞相报道这场破坏盛宴 根据BBC报道 这名28岁的嫌疑人正在鲁昂市接受审讯 警方还没有找到他与铁路纵火案的直接联系 但毫无疑问 他的行为以及他所持有的物品 让人对他的职业精神佩服得无体头的 光纤网络的破坏更是让人头疼 德国之声报道 法国六个地区的电信运营商的光纤网络被神秘破坏 幸好巴黎未受影响 不过这些行动让人不经联想到铁路破坏 究竟是同一批人所为 还是不同组织在默契配合 目前尚无明确答案 这些破坏行动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 据法国交通部长帕特里斯 维格里特估算 这些破坏行为可能造成数百万欧元的损失 包括商业损失和修复成本 特别是光纤电缆的切断不仅影响了交通运输 还导致信息传输中断 这些电缆可都是铁路运行的神经中枢啊 所以说这次破坏的影响范围真是大的惊人 总结来看 这次法国的铁路和光纤网络破坏事件 确实让人头疼 从极左活动加到电信网络 从奥运会前夕的交通大乱到高昂的修复成本 这一系列行动让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媒体忙得不可开交 这些破坏行动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 是单独行动还是组织策划 一切都还在调查中 无论如何 这次事件给法国敲响了一记警钟 在面对极端行动时 安全保障如履薄冰 需要更加谨慎和多方协作 博士在这里为大家敲敲黑板 提醒各位 这不是惊悚骗 而是现实中的破坏盛宴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后续发展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